大清地位最高的侍女苏玛拉姑 死后墓园却是一片凄惨景象 地宫上的建筑被无情破坏 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包顶 历经五位皇帝一生效忠效装 是康熙的启蒙老师 为清朝皇室做出巨大贡献 死后墓葬为何是这副模样呢 墓中又是怎样的景象 今天带大家走进清朝 看看苏玛拉姑死后的那些事 苏玛拉姑的墓穴在河北被发现 当专家进入墓室后 发现并不像清史记载的那样 据清史记载 苏玛拉姑下葬是以嫔妃的规格 位于昭西陵侧 以他生前对清朝皇室的贡献 葬礼应该十分隆重 墓中的陪葬品应该都是金银珠宝 墓室应该修得宽大豪华 毕竟是康熙皇帝后葬入龄的 怎么也差不到哪里去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考古人员进入苏玛拉姑的墓室后 却发现和史书上记载的 完全不是一个样 苏玛拉姑的墓的确是在昭西陵旁边 距离昭西陵呢 只有1.5公里的距离 可是苏玛拉姑墓葬的外表 被破坏得非常严重 地宫的地上建筑几乎被破坏光了 放眼望去 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宝顶立在那里 考古人员深入墓室查看 发现地宫面积非常的小 一个正常身高的人进去都没有办法直立行走 需要一直弯着腰 不像很多清朝皇室的墓穴 墙上有各种精美的壁画 在苏玛拉姑的墓中呢 墙壁就是用普通的砖头砌成的 而且墙壁上什么都没有 墓室的地面是用平石板铺的 而且在墓室很多中心位置还有些凸齐 并不是特别平整 负责修建陵墓的人多少有点敷衍 主墓室的顶部呢 也是由大平石板建造而成的 上面还有一个很深的平底圆形凹槽 墓室中放着一口很大的石缸 除了苏玛拉姑的光果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苏玛拉姑的光果中 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 墓葬里面和外面一样的凄凉 专家都怀疑 这是不是苏玛拉姑的墓穴 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人 伺候墓穴竟是这般模样 有点不可思议 百思不得其解的专家 又仔细查看了清朝的历史资料 他们呢发现了一个原因 这要从苏玛拉姑死前说起了 苏玛拉姑因病去世 享年93岁 他的离开让清朝皇室都伤心不已 尤其是康熙皇帝 他是苏玛拉姑一手带大的 苏玛拉姑去世后 清朝皇室都是怎样做的呢 在苏玛拉姑出殡的时候 清朝皇室中 除了年纪还小的印提 印旗和印额外 那些成年的皇子们 都如期参加了 苏玛拉姑的出殡仪式 等到出殡仪式结束后 前来悼念苏玛拉姑的皇子都回去了 只有一个皇子 久久不愿离去 那就是苏玛拉姑亲手教育长大的 十二皇子 印陶 对苏玛拉姑的死 始终没有办法释怀 他守在灵前 愧疚自己还没来得及 报答苏玛拉姑的养育之恩 希望可以为他守灵数日 以表哀思 虽然印陶有这个心 但是这样做呢 是有为清朝组织的 虽然苏玛拉姑 受到清朝皇室的尊敬 但是 他终究是一位侍女 身份是仆人 自古以来 没有哪位皇子为仆人守灵的 尽管印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他还是十分坚持 宁不过倔强的印陶 三皇子印旨 只好将此事上报给父皇康熙 希望父皇能网开一面 准许印陶为苏玛拉姑守灵 康熙皇帝念在苏玛拉姑 对清朝的贡献 虽然此事有为祖制 但还是准许了 印陶就这样留了下来 他在病宫中为苏玛拉姑守灵 每日还要供饭和送经 其他皇子得知后 也不约而同的来为苏玛拉姑守灵 之后呢 他们约定好 每天来一个人 来病宫陪伴印陶 有人肯定想问了 这苏玛拉姑对康熙意义非凡 他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康熙没有露面呢 不是不想露面 而是没有办法 因为苏玛拉姑去世的时候 康熙没有在皇宫中 所以苏玛拉姑的丧礼 都是交由三皇子印旨操办的 为了能见苏玛拉姑最后一面 康熙吩咐印旨 等苏玛拉姑出殡仪式结束 七天后再净身入联 这样 康熙回宫 还能看苏玛拉姑一眼 父皇怎么安排 印旨就怎么做 但非常不巧的是 七天后 康熙没有如约赶回京城 路上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 千里之外的康熙又给印旨传了一份旨意 让他将苏玛拉姑的遗体再停放七天 等自己回皇宫再做妥善的安排 因为苏玛拉姑这一生 对清朝的贡献非常大 康熙为了报答他 决定以贫位的礼仪置办葬礼 根据清朝后非的安葬制度 一共有八个等级 如果是以贫位礼仪安葬 那苏玛拉姑的葬礼 不会差到哪里去 和非的待遇应该差不多 但康熙这样的做法 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侍女以贫位之礼后葬 奇怪的是 苏玛拉姑的墓葬 为什么没有安葬在贫妃的陵园中呢 康熙考虑到 苏玛拉姑和孝庄相伴六十多年的时光 于是就将她的灵酒 听放在孝庄遗体所在的子宫 希望两人死后也能陪伴一阵 虽然很感人 但是细细一想 让人毛骨悚然 死后不下葬 让两个死人相互陪伴 苏玛拉姑的遗体 就这样被停放在安风殿内 直到康熙去世 苏玛拉姑也没有下葬 苏玛拉姑的安葬问题 是怎样解决的 两人一直这样停放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这个棘手的问题 直到雍正坐上皇位后才得到解决 即位后的雍正看到繁荣昌盛的大惊 他认为 这和孝庄文皇后去世后 长久停放在安风殿有关 这块风水宝地绝对不能移动 雍正当即决定 将孝庄文皇后遗体停放的安风殿 直接改成陵墓 命名为朝夕陵 安排妥当以后 雍正选了一个好日子 命人开始对孝庄文皇后的陵墓动工 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才将朝夕陵修建完成 随后 雍正命人将孝庄的陵酒 葬入这座豪华的墓中 就在这时 同时停放在安风殿中 苏玛拉姑的陵酒 该安葬在哪里 雍正不知道了 按照清朝组制 不是皇室成员的苏玛拉姑 既不能和嫔妃葬在一起 更不能和孝庄葬葬在一块 这该如何是好呢 雍正一直认为 孝庄所在的朝夕陵 是一块很好的墓地 但又不能违背组制 他便决定 将苏玛拉姑的陵酒 安葬在朝夕陵附近 距离朝夕陵只有1.5公里 古代人对风水非常看重 雍正以风水为重 安葬苏玛拉姑的陵酒 能看出他对苏玛拉姑 还是有感情的 也是考虑到 他对清朝皇室巨大的贡献 解决好苏玛拉姑陵酒的 安葬问题后 雍正命人立马动工 修建苏玛拉姑的陵园 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他的墓葬坐北朝南 在墓室的上面修建了宝庭 也就是开篇提到的 墓室里面修建了亭堂 职坊和厢房 构造还是很完整的 据清朝时住在苏玛拉姑陵墓附近的人说 他的墓园遭到破坏 是发生在晚清时期 当时八国联军清华 在攻进北京城之前 大清的领导人慈禧和光绪都逃跑了 清朝的百姓自认为被抛弃了 心中的怒火难以压制 一群人组织起来 对着苏玛拉姑的陵墓撒气 将其拆除破坏掉了 至于墓中为什么没有陪葬品 也许是八国联军干的 也有可能是盗墓贼干的 虽然苏玛拉姑死后 陵墓遭到太多破坏 看着十分凄凉 但他传奇的一生 却不会因此暗淡 他为大清皇室操劳致死 他的存在对清朝来说意义重大 虽然他没有后代 但死后有皇子为他守灵 看似不圆满 却未留下任何遗憾